部分,我有把那个这个 刚刚的查询,语法把它放在云单白板上面的52页 所以如果你要 参考的话,可以把这边稍微再看一下 主要就是说,可以透过这个SQL语法,我们可以 把你想要抓的栏位 比如说五个栏位,如果你要 其中两个,那你就是看哪个栏位名称 然后呢,from那个table,后面如果假设也只要 前十个会员,那就是a11 给他这个条件,所以会员后面其实就是一个条件 如果当那个条件发生的话呢,他就把资料给你,帮你抓出来,大概是这样子 那底下的话呢,还有几个啦,比如说包含假设 我希望呢,帮我按照那个编号查询,那编号的话其实 这个有点像是,当然你进销唇系统也会类似啦,比如说你有个编号,你把资料调出来 比如说买东西,为什么 其实条码就是少一个编号,然后把这个资料带出来 那马上可以查到价钱 所以如果假设我希望做这个动作,然后把它先恢复好了,刚刚那个 查询也许再把这个恢复一下 刚刚是这个条件 好像底下这个 蓝位名称跟 它里面的列数 有修改过,所以把它改回来好了 这把它改回来 OK 好,那假设恢复成原来的状态,就是全部啦 那如果说呢,我要增加一个编号查询的话 那其实主要,我们可以拿这个 这个 编号查询 好,那编号查询的话呢 我这边是可以在SeqoEva里面,把它变更一下 主要是变哪一个 我增加一个变,增加一个变数 X 那这个X的话呢,就让人家输入一个什么 输入一个编号 请输入编号 然后再把这个编号怎么样 塞到这边来 跟它串接 有没有,比如说我想要带 这边的 号码是1号好了,比如说1号帮我把资料带出来 那你可以 请输入编号1号 Enter一下 那你会发现这1号的资料就带出来 如果你要2号的话,顾名事业,执行 这边你可以输入号码,比如说扫一下条码,然后2号 2号就出来了 有没有,类似像这样 所以呢,如果你将来要取什么资料,你就给它一个编号 像我 那不过这个编号通常是唯一的啦 像如果你要 查员工的话就员工编号 查比如说身份字号,这个唯一的 就可以把资料调出来 所以主要是增加一个互动 这个互动的话就是input 把这个你的编号输入之后 然后最重要是把这个编号 塞到这个,比如说输入1嘛 1其实它是一个文字1啦 那文字1跟这个串之后的话 塞进去之后,它就变成 这个 a等于1 然后把这个a等于1 丢给那个什么呢 丢给这个cursor 然后呢,这个cursor就帮你查出来 就把 刚刚的那个会员抓出来 并且列出在底下 OK,第一个 所以如果查编号,你可以用什么刚刚讲的 可以用大于小于等于 大于等于小于等于,都可以啦 那特别是要针对是 数字的部分 那第二个的话,如果说我要查什么 关键字 特别是要,那什么叫关键字 像 文字就是可以用关键字 那关键字的比较 特别是要叙述方法 跟那个 刚刚的编号又不一样 因为编号的话 它是一个数字 所以呢 它的比较运算纸是什么 大于等于小于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是文字的话 记得哦,它是要用like 特别是要,文字用like 这不一样的东西哦 因为如果你文字用大于等于小于,它比不出来 这个可能要特别小心 另外的话 如果我今天讲是要查什么 比如说要查姓名好了 我只记得说他那个有一个李先生 那我不知道他理什么 那我可以什么 输入一个理 比如说输入一个关键字 帮我把姓李的会员帮我调出来 看有没有先生的 总共有 假如说有三个 那我再从里面再去慢慢去推一下 他年纪大概是多大 等等的 那就慢慢可以找到某一些会员 缩小范围 然后或者是说 我大概知道说 他名字里面有那个什么 有日 有什么什么日 我知道他有日 那我不知道这个会员叫什么名字 没有 假如如果说有什么关键字 比如说他里面有什么 有东西南北的东 有东 有东的关键 有了 有个叫李东义 类似像这样 反正只要 他名字里面有哪个关键字就帮我调出来 不过呢可能要特别小心哦 你的语法 记得哦 因为我们姓名是放B栏 所以后面的条件记得一定是 会有B这个栏位 后面记得用like 那like的话呢 特别注意哦 因为它比较的是文字 所以记得前后一定要是双引号 特别注意哦 这个一定要加 记得单引号 like 里面再加个单引号 然后把X放进来 可是问题哦 X你不能直接就放X啦 这样不OK的哦 那怎么放 记得一定是 两个双引号 有没有 然后把中间加加加 再串一个X在里面 这样才OK哦 看得懂意思吗 再一次哦 有没有 记得哦 它原来一定是这样啦 然后为了要把X呢 放到里面来 记得哦 把X串进来的话 记得两个双引号 然后呢 再两个加加 再移到中间之后呢 放个X就可以了 X就串进来了 但是跟各位讲一下哦 如果你写成这样的话呢 它只会抓到是 完整的名字哦 比如说你执行的话 像刚刚我输入里 它应该结果是不会有的 为什么 因为它一定要是里什么什么 它不会是 所谓的关键字查询 它一定要是完整的名字 可是有的时候啦 因为我们都偷懒嘛 所以有的时候希望说 只要知道中间有哪个字的话 或者前后有哪个字 就帮我把那个资料调出来的话 那特别注意哦 你必须要在这个字串的外面 再加上一个外用字元 就是不管前面是什么 也不管后面是什么的话 记得哦 一定要加在单引号 前单引号的右边 加一个百分比符号 在后单引号的左边 加一个后这个百分比 也就是说把它包在里面 OK 那包在里面之后的话呢 这个时候把它执行 输入里 诶 有没有发现 这样的话 它才会自动帮你把 不管前后 有别的字没关系 反正只要是这个文字里面 有里这个关键字的 就帮我抓出来 所以特别是说 这个是所谓的关键字查询哦 那可能最容易发生错误的地方哦 就是在哪里 在这个地方 百分比符号 OK 可能刚开始哦 同学可能这地方头很大了 为什么 因为常常看到 这什么 这这这这看起来就很 很 其实哦 主要是这样啊 它里面是这样 本来的规则哦 就是 就是这样的 本来是写这样的 就是 因为是一个文字 所以前后一定要单引号 那因为要 关键字查询 所以前后要百分比 然后就把这个字放进来 有没有 那因为这个字将来是会先输入到X 所以呢 我们必须把它串在中间 要怎么串呢 记得哦 双文号 有没有 然后加加 移到中间 加一个X 这样就OK了 可能这个怎么说呢 这个有时候语法 也许你一下子没有办法马上 体会啦 但是我建议就是多多熟练 因为这个没有办法 好像也没有捷径 所以这个也是写程式最容易发生错的地方 那也许啦 未来会不会这东西哦 以后变成 不用写 用拉的 有没有 那问题 什么时候会有这种东西出来呢 可能快 一两年内吧 慢的话 可能五到 不知道 那当它还没有出来之前 你还是非得要这样 学会吧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哦 刚刚有两个方法 查编号 跟查那个关键字哦 试试看 那尤其是那个什么 关键字查询还蛮常遇到的 所以甚至后面可以做个变化题 把那个全省邮局地址 有没有 我们不是合并了嘛 那合并完之后的资料 是不是可以拿来做查询 比如说我想知道哦 在哪一条路上面 有没有邮局 那如果有全省邮局地址的话 那我可以很方便去查询啊 有没有 OK 那甚至哦 以后如果做得更好 是不是可以再加上经纬度 然后呢 再跟Google地图连接 就可以直接 试在Google地图上面 甚至帮你直接导航算了 你就知道 你离哪个地方最近的 这个离你最近的地 这个邮局在哪里 请各位试试看 有关查询的部分 哦 是的 真的是 谢谢 感谢观看